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类药是一个缓解症状的药 同时它也是一个改善育后的药 所以我们在临床中 病人这一类药千万不能断掉 当然我们吃胃的组织剂 我们有一个目标量 我们是一个病人 你说吃多少合适 是半片还是一片 通常的话我们根据行律来走 就是说我们乘气行律 一般不要抵语55次 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 好多人压力大 好多人行律快 包括有的人就是平时行律就90次100次 找原因还找不到 怎么办 其实就应该长期服用 背的组织剂 那么这类药呢 也没有太多的负作用 当然它紧急症里头也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床病 直气管小床 或者呢 有三度发生床道组织 二度以上的发生床道组织 或者严重的敌血 严重的兴衰 就是帮有随肿 明显严重的时候 还暂时不用这个背的组织剂 它呢是治疗关心病这个及时 所以说临床中我们使用的非常广泛